要講的 Topic 是關於 Open Office 以及它在 Python 上面的 API 我想講者應該不用多介紹 讓我們歡迎楊世青 哈囉 首先先廣告一下 先違規廣告一下這樣子 就是晚上 因為晚上如果我們PyLadies有一起吃飯 所以晚上如果想跟我們PyLadies一起吃飯的朋友 對 女生朋友歡迎一起過來 好 那 我 其實我有點 我以為我不會再站回這邊 可是 還是會來 那今天有點像是還願 因為我前兩年就跟 好像跟PyCon這邊有說 我應該要投個稿這樣 那 可是一直拖到最近才有空去研究這個東西 那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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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 Open Office 專案管理委員會的成員 那也是 Open Office的開發者之一 開發團隊成員 然後 也是Open Office的論壇 和Wiki的 站長 然後 也是 PyLadies台灣的 剛開始一起成立的人之一 那 去年剛從師大諮詢教育所畢業這樣子 那 這邊有 這邊有在用Open Office的舉手號碼 平常日常就有在用 不是用過 欸有用過的舉手號碼 有用過的 那日常生活就是常常都有在用的舉手號碼 哇相對好少 那大家為什麼會想來聽這個呢 Open Office有什麼優點齁 第一個是 當然它是免費的 而且它是 免費的 而且它是Open Source 那另外呢 就是它是 它跨平台 那它在 不管在Windows 或是在Mac、Linux、Busy下 像我自己是 電腦 我貫雙系統 我是Linux跟Windows 然後兩邊我都可以有Open Office 然後 都很順利 那 第三個當然就是它 它支援 它支援開放的標準格式 那 我們 這個開放 它支援開放的標準格式 而且這個格式是 由一群人一體共同開發 而不是由一家公司單獨 support 對 那ODF 它是這樣一個格式 那 文件格式 那 另外一個優點呢 就是它的API設計 很棒這樣 那 今天我們在focus的地方會在它的API齁 那Open Office的API叫做UNO UNO UNO是Universal Network Object的意思 那 Universal是什麼的意思是說它是跨不同語言 很跨不同語言之間它可以 它可以很跨不同語言使用 然後 Network就是它的API是透過網路通訊的API 那什麼意思呢 在Open Office上面我們會知道 Open Office有Writer跟Calc跟InPress 那 Writer跟Calc跟InPress它是一個一個的Application 那在Open Office它的物件系統裡面呢 它是一個 它是在Desktop下面的 它每一個都是一個component 那Writer的component就是文字文件的component 然後 Spreadtree 然後Calc component就是一個 試算表 Spreadtree component 然後InPress則是一個簡報的component 然後文字文件呢下面就會有 文字文件再往下它可能會有段落 然後有表格 然後有插圖 然後試算表文件下面會有試算表 然後會有圖表 然後也會有 當然也會有儲存格 然後有資料範圍 然後簡報文件裡面當然也就有一張一張的簡報 然後有圖表 然後有插圖圖形 然後也會有簡報控制器 像我現在就用簡報控制器在做的 那這些不同的component呢 它在Open Office裡面 它透過一個UNO API對外溝通 那程式語言呢 它只要透過一個Language Binding的方式 把它Bind到綁到這個UNO API上面 就可以和UNO API 然後 它Open Office內建 它 SHIP包括它的SDK裡面 它總共SHIP了三個程式語言的API 它設定三個程式語言 一個是Language Binding 一個是C++ 一個是Java 一個是Python 然後CPen上面也有Pearl的Language Binding 那除了這四個語言的Binding以外呢 Open Office它本身也 它也SHIP了 Windows下的OLE COI跟COM 那OLE跟COI跟COM 它的可以做的事情就多了 因為幾乎所有程式語言都有support到 都可以透過OLE跟COI跟COM 包括VB單內的CSHOP 或是Delphi 都PHP 那 這個中間的通訊呢 它是透過網路在通訊 Network socket在通訊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C++寫一個 寫一個application 然後也可以用 Java來寫另外一個application來控制OpenOffice 然後可以再用Python來寫一個application來控制OpenOffice 那中間的通訊都是透過TCTID的網路 那 這樣好處就是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歡 你最喜歡 你最熟悉 最方便的程式語言來寫 那不過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用Python呢 在這麼多程式語言裡面 我們當然是一個我們要求 我們要挑選 如果你有特別你喜歡的程式語言 你可以當然可以挑選你習慣的程式語言 那 在這幾個程式語言呢 我們首先我們第一個 什麼樣的程式語言比較好用 第一個我們挑選它最有 OpenOffice本身有內建支援的 然後接下來 動態性別的 它是動態性別程式語言 那為什麼要動態性別的程式語言 這舉例來說像 這個是一段程式碼 它是在連接到OpenOffice 就是Client的程式 它有透過TCPIP連接到OpenOffice 那它是用Java的UNO 然後 另外這段程式碼是用Python的UNO 如果把它們兩個把它擺在一起比對的話 你可以發現它少了兩行 那少這兩行是什麼呢 少這兩行它的作用 第一個 以第二行來講 它取得一個Bootstruct context以後 因為它是 You know Network object 所以Network object它沒有形別 那它怎麼樣知道說這個物件它是什麼 什麼行別的呢 因為它要 它要有知道的行別 它才有辦法去呼叫它的方法 然後取得它的Member 所以它必須要透過一個Casting 那 UNO UNO物件系統 其實最麻煩就是這個Casting 我們拿到一個物件 一直這個物件 我們要讓它去做各種各種的事情 我們都一直要做 一直做Casting 那可是我們當我們用 欸 對不起 翻了 當我們用Python這個動態行別程式語言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再做這樣的Casting 可以直接把拿到的物件拿來用 然後 要寫程式 不管你要Maintain還是寫程式 都會 你可以寫出比較容易 了解 比較容易看的程式 而且比較容易懂的程式 嘿 那 OpenOffice它在Python支援上 它本身 它是在內部 它本身有 你安裝好 它裡面就有一個Python的installation 那 這Python的installation 它在下面 它就在OpenOffice 4裡面 Program裡面 然後在Windows下 它在C 也是通常在OpenOffice 4裡面 Program裡面Python.exe 那它Ship的版本是2.7.6 那原則上 只要是2.7的 2.7的Library 都應該都可以Binary的相容 那 好 因為之前在Python在試講的時候呢 就被人家 就是它到最後發現一件事情 好像 光是講理論好像沒什麼意思 那 所以我就來 做一點簡單的 Example 那做Example的時候呢 我們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 就是 就來示範說怎麼去做這個 OpenOffice application 然後第一個事情是 我們 第一件事情當然是 把OpenOffice 以Server方式 Run起來 然後讓它Listen 在一個Pore上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就是我們從客覽這邊 連線到OpenOffice 然後第三個我們 就 就可以直接來操作OpenOffice了 然後呢 把OpenOffice當成Server 來Run 它的指令 是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部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在簡報裡面 其實 這簡 喔對 剛剛忘了講 在Hackpad上面 好像就有 每個talker都有一個pad 那我昨天 晚上已經有把簡報放上去 那 有些東西要revise 不過大體上 大家可以參考 都可以直接從簡報裡面 可以copy過來 那在另一個下面的話 它 寫法就是後面 加上這樣一個參數 那 host的部分 就是你要Listen 到哪一個IP 你當然也可以Listen 到特定的IP 內部IP 那Pore的話 或者說你要Listen 到對外IP 當然也可以 你這樣就可以透過 網際網路去 控制你的OpenOffice 那Pore的話 你可以指定一個Pore 那像我這邊 我指定的是2002 那 來 這樣子 這樣子 好了 以後 你就可以發現 OpenOffice 它就有Lesson在Pore2002 Localhost Pore2002 那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連線到 連線到OpenOffice呢 我們呼叫 我們首先 先呼叫它內建的Python 然後 第一件是可以ImportUno 那 它連線的這段程式 事實上 剛才我們有看過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是 是這麼一大段 那 因為這段比較不好打 所以我就直接用Copy了 那大家也可以直接 從我簡報裡面Copy得到 OK好 那 最主要是在那個取得 Bootstrap content 那裡有連線到Pore 然後 最後我們取得了Desktop Desktop Desktop就是我們剛才那個 OpenOffice的那個 整個的組程式 那 那 這時候我們可以來 DIR Desktop 其實有興趣的朋友可以 試著用PrettyPrint 那我們這邊直接用DIR 這邊可以看到 它可以把Desktop所有的Member 所有 包括它的 它的資料還有它的方法 全部都列在上面 那 其中有一個是 Current Current Component 那 Component是一個元件 Current Component 就是目前在最上面這一窗 那我們現在試著 開窗 試算表 好 那我開窗試算表了以後 這樣子 那 你可以看到這裡 又列出了我們 試算表文件 它有哪些功能 那包括像 它有 比較重要的是 它有 我們可以找出它的 Sheets 試算表集合 那 試算表集合 裡面 我們可以 GET BY NAME 或是 GET BY INDEX 那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取得 這下面有一個工作表 1 那我們就試著這樣 Sheet 然後 取得 試算表 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 從這裡面去找 包括像 GET SELL RANGE BY NAME 或是 GET SELL RANGE BY POSITION 或是 GET SELL RANGE BY POSITION 可以取得一個個試算表 那 我們試著用 GET SELL RANGE BY NAME GET SELL RANGE BY NAME 然後這可以列出說 針對我們這個試算儲存課 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現在來 試著做一件事情 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 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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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COLOR 然後這裡 當然它也有像 SELL STREAM STREAM VALUE 值 或是它的 SELL STREAM 或是它的公式 FORMULA 那我們這邊試著做 把它的顏色設為多少呢 來 FF000是紅色 那我們 試著把它轉成實境位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還是再一次 我就直接把A1的背景設為紅色 嘿 那 色為紅色好像 那我們實際 我們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實際 針對它來做不同的操作 像我可以 SELL 點 Stream 等於 好像看不清楚齁 SELL 然後呢 同樣我們就可以在A2 然後呢 同樣我們就可以在A2 的VALUE 高鐵票一張的價錢 然後我們就可以設定它的VALUE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在A3 我們也可以來設定公式 然後我們就可以設定它的VALUE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對 就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個簡單的A1 Office的Client Application 就可以寫出來了 嘿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也可以來做一點 我們也可以來做一點 稍微複雜的事情 請 先把這邊我們 復原復原復原 我們可以來寫一個試算表 寫一個99層發表 嗯 寫一個99層發表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什麼 有什麼問題 你 你可以用麥克風嗎 如果你在那個VALUE裡面打字串 會發生什麼事 應該是不行 它VALUE裡面打字串 不是說應該它VALUE裡面打字串 是不行 我現在就可以試試看 你看 對它會傳為Exception 可以嗎 還有什麼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用這樣的方式來寫 其實是 比我之前做的 之前有聽過我的Toker的舉手好嗎 好像沒有 對 這個方式寫 其實比我之前做的 用Java在做 方便很多 超級方便 這樣子 那我今天在 大家看到我今天在這邊做的東西 其實我是配合 我是用Base HTTP Server 在做的 那就是 對 所以我直接在這邊 run個HTTP Server 然後把這邊的request 大家可以 其實大家這邊如果看得到 可以看到它是 欸 對 它是 這邊 它其實就是一個上下 上一頁上一頁 然後Base HTTP Server 它就可以 直接的來操控 透過來操控 操控它的 簡報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 歡迎大家提出問題 試用 在試用之前 我好像講太快 大體上試用 就是 目前它的 目前OpenOffice的物件 有 有 兩 一兩千個 那LiberOffice物件 也是一兩千個 那這一兩千個 大致都是 3.3之前 就有 就奠定好的基礎 那 3.3之後 包括OpenOffice新建的 物件 API物件 跟LiberOffice新建的 API物件都 不多 所以 目前 大體上 我會說大體上是用 就是至少你今天看到 我在玩的這些東西 包括 你 而且應該說是日常 你工作的東西 你都會適用 都可以適用 那包括你要是要把我簡報 你把那個簡報裡面的 下載下去 然後你把簡報裡面的 那個範例程式 直接拿去copy 使用 都會適用 嘿 不會 不好意思 這個 我想很多人會希望 扣一起訂閱API 但是 有 有 大人的因素 所以好像不大有辦法 對 但是 原則上 不多啦 不多啦 我知道LiberOffice有新發展出一些新的物件 但OpenOffice有新發展 但是 相對於欠層的物件來講 真的少很多 等於是1% 2% 這樣的程度而已 應該也不到吧 0.5% 這種程度 嘿 怎麼 你從那種ODT格式 不會 做得利 怎麼 ODT格式 不會耶 ODT格式 其實 其實 OOXML 大家知道嗎 就是Microsoft XML 它好像也是公開格式 可是那個是比較單一公司在操控的 那OpenOffice的 ODF格式 它是好幾家公司一起在 制定的 那那個標準就是包括Document Foundation 包括那個IBM這邊的人 也還有包括各個Redhead他們公司 然後很多公司一直在run的東西 所以ODF它是一套標準 它不會因為單一公司或是單一套軟體而變動 那我覺得這是用OpenOffice的一個好處之一 就是你的文件基本上 我們把格式跟應用軟體兩個變成拆開來變兩件事情 如果OpenOffice它沒有好好的去follow那個格式 當然是OpenOffice的問題 那LibreOffice如果沒有好好follow那個格式 也是LibreOffice的問題 那那個文件標準就是在那邊 這跟HTML是一樣的 這樣子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有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你好 我想要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這個寫程式的這個部分 有跟那個微軟的VBA一樣 就是說是可以簽在它文件裡面呢? 還是說它要獨立為一個單獨的程式去做這種automation 這樣子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是說 它有提供類似像視窗元件的東西 就是說可以 就是變成一個 提供一些UI 對對對的功能 簽在這個OpenOffice裡面嘛 那第三個問題是 我剛才看這個99生法這個部分的話 它那個performance好像 比較賣點 那是因為是透過這種 網路的這種方式去做這種 呼叫的方式嗎? 那你對它的效能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這樣子? 謝謝 嗯 第二個 我先回答第二個齁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欸對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什麼? 它有 UI 它有 UI 原件 它有 OpenOffice 它有內建 UI 原件 那那個有點複雜 我今天沒有demo出來 那另外 不過呢我不大 我會覺得你可以做比較 讓你的生命比較快樂一點的事情 就是因為這是 Python 嘛 你看到我是用 Python Interpreter 嘛 那你為什麼不用 Qt 或是用 其他東西 讓自己好過一點的東西 tk 就是你不一定要用 OpenOffice 裡面的 原件 的 UI 原件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嗯 比如說你要去擴增 OpenOffice 本身的功能 那你做了一個 UI 可以牽在 OpenOffice 本身裡面 喔你是說像工具列那樣的東西嗎? 對對對 有有有有 這個有 這個有沒有問題這樣子 那第三個問題是 對不起 第三個問題是 第三個問題是 第一個問題齁 是程式能不能是牽在它的文件裡面 程式 喔程式牽在文件裡面 還是說它是沒有 就是 只是獨立的 Python 的程式 然後就是說去運 運作這整個 automation 這樣子 嗯 這問題比較大齁 其實我超過時間了 那個 OpenOffice 的程式文件可以 OpenOffice 的應用它可以開發成兩種 一個是你看到我這樣獨立的程式 可是我最近這幾年 這是我一直想要去努力推廣的東西 另外一個東西叫聚集 那他們當然內部文件 內部物件系統一樣 是一樣的 那它的 它可以有聚集或是 獨立的應用程式這兩個方式 那如果是內部的聚集的話 它當然要使用內部的物件更方便了 那 那內部聚集的話 它有多一個程式語言 剛剛我們看到三個程式 它有多一個程式語言 多三個程式語言這樣 其中一個最常用的是Basic 可是Python可不可以用來寫聚集可以 那 不是很方便就是 因為它沒有ID 那 必須要你自己把 把Code寫好 然後把它Copy到 那個 它的檔案位置下 Copy到你自己的User Profile下面 所以這個方式不是很方便 那 如果你在 如果光是從方便考量的話 我會建議聚集用Basic寫比較方便 對 那 可是用Python寫可以 用Java寫OpenOffice聚集可以 我都做過 對 那第三個是什麼 不好意思 你對它的效能有沒有什麼 喔 效能的問題齁 其實 對啦 你講的完全沒有錯 就是你看到的 它之所以慢的原因 是因為 Network API 那 是因為一直在網路通訊 那 有沒有辦法改進呢 有 那個 在大量試算表資料 在 在讀填 讀寫填寫的時候呢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 有一個叫 你可以用 你可以直接取得一個 那個data range 然後一直用get data 和set data 這兩個method 然後可以直接把資料 get data 跟set data 它可以 它本身接收是一個二維陣列 那 所以二維陣列 你就可以直接把一個二維陣列 直接洗上去 這個是一個 那這樣的話 你整個 那 網路通訊就只要一次 那 這個是最 這個是最快的方法 那 通常的話 這個我是為了 讓大家看 因為是今天是token 是一個demo 讓大家看到它在跑的效果 所以我才會用這樣子 那 可是實物在寫的話 通常我是用 通常我們都會用set data 或者get data 因為沒有必要 讓它一格一格跑 這樣子 這樣有回答 有回答齁 好 還有 還有問題嗎 哪位朋友有問題 今天好感動喔 因為我之前token 完全沒有人有過問題 果然還是要live coding 才會有問題 這樣 那 沒有的話就 欸 不好意思我問一個比較 龐之莫節的問題 就是說 它那個set的顏色 為什麼要是十禁位 喔 set的顏色為什麼是十禁位 其實 喔 純粹是因為我忘記 Python裡面怎麼直接指定 八禁位的數 十六 十六禁位的數字 你不一定啦 你如果可以指定 你如果指定十六禁位數字 就會更方便 這樣子 那我沒有 對 我純粹就是 我忘了Python裡面 可以怎麼直接指定 十六禁位數字 這樣子而已 嘿 有沒有什麼問題 嘿 你好 就是說 你剛剛提到說 能使用那個GUI 可是它的那個內建的Python裡面 OpenOffice內建的Python裡面 好像沒有那個GUI的Library 對 OpenOffice內建它沒有TK 它把TK拿掉了 然後另外是說 好像我看到一些文件 它講 好像會有那個不同的版本 需要 有些複雜的方法 才能把它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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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同的 不同的Python版本 好像 需要 好像需要你把它 用到一樣的版本 才能去 使用那個OpenOffice 是嗎 我試過在 2.5 2.7.5裡面 就是 4.0裡面 2.7.5裡面去call 去call 2.7.5裡面去call 我系統裡面的Python 2.7.6的TK 有run起來過 所以我在想2.7系列 應該是有 可以Binary相容 那 如果沒辦法 Binary相容 如果找不到的話 其實 而且現在已經是2.7.6 那我覺得你可以直接 引用系統 2.7.6 來呼叫它的 UILibrary 我覺得是OK的 嘿 對不起 那如果是這樣 那個Python 就沒辦法使用了 是的 是的 嘿 那你剛剛另外一個問題 是什麼 我忘記了 呃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那個 就是 因為用不同的版本 好像會有 相容性的問題 嘿對 Python就不可能使用 沒錯 沒有的話 那我就謝謝大家這樣子 好 我們謝謝 影響者